女孩有意念燃火的超能力,于是化身为执法者,专门惩罚犯罪杀人犯。 多田从小与妹妹相依为名,但就在去年她被人杀害,尸体被弃于河中,17岁的犯罪嫌疑人昌树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。 多田看到她虚伪的模样,恨不得除之而后快,于是她一路尾随昌树,企图将她推下轨道,但就在犹豫之时,她错过了这个机会。 这时自称为多田同事的淳子照了上来,她说自己能帮她一臂之力,然后就带多田到一个空旷的场地,给她展示自己的超能力,用意念使物体着火。 多田半信半疑,回到家后她上网查了资料,结果还真找到了关于意念控火的记载。 淳子也说自己从未使用过这能力,但每天看到你神情恍惚,于是就想帮你。 多田说妹妹会出事,她也有原因,因为她曾经向自己求救过,说感觉被跟踪,让我去接她。 但那天,我却因为工作原因没去接她,结果她就出了事。 在多田内疚时,淳子也说因为这个超能力,怀疑自己到底是否应该降生一世。 但多田却说,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不该降生一世的人,两人就这么互相安慰。 事后多田送淳子回家,她表示复仇这件事由自己来完成就好,自己不想拖累你。 虽然你拥有超能力,但在我眼中,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。 淳子听到后很感动,她很感谢多田没有因为能力这件事而另眼看待自己。 虽然说不需要自己的帮助,但淳子依旧选择帮助她。 隔天,两人继续跟踪长述,却发现她装成无辜受害者去接受采访,还收采访费。 多田恨之入骨,恨不得立刻杀了她。 淳子依旧表示自己会成为她的武器。 晚上,两人一起开烟火,在酒精的作用下,淳子向多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。 正要亲上去时,小雪的相框被风吹落发出声响。 淳子摆正相框后,转头看向了一旁的蜡烛。 多田表示那是妹妹修学旅行带回来的礼物,还说要在特别的日子点燃。 说到一半,多田气不成声。 因为报仇让两人相遇,淳子的出现温暖了多田的痛失亲人悲伤的心。 她不想让心爱的淳子弄脏双手,于是找到昌树准备为妹妹报仇。 但在看到昌树痛苦求饶的模样,多田的恻隐之心又犯了。 一时走神就被昌树偷袭,他反抓起匕首想要杀死多田,但突然他身上冒起了大火。 多田知道这肯定是淳子的手笔,果然在不远处找到了他的身影。 眼看昌树就要被烧死,多田赶紧去制止,见他不停手,就动手扇了他一巴掌。 多田醒悟过来,说如果他们动手的话,自己不也变成了杀人犯。 但淳子却觉得像昌树这样的人,迟早会有下个受害者出现。 两人理念不合,发生了分歧,从那之后淳子就消失不见了,不仅搬了家,电话也打不通。 而在几个月后,事情果然如淳子所说的那样,在昌树出院不久后,第四个受害者出现了。 但昌树依旧是被无罪释放。 面对媒体的采访,他还是把自己表现成无辜受害者。 多田看着他用虚伪的样子混过一次次的抓捕,多田麻木了。 这时昌树的身体自燃了,烈焰大火让瓢泼大雨都熄不灭。 多田看着发生的一切,急切地寻找淳子,最后却只看到了化为蒸汽的他。 事情结束后,多田回到家,看到了点燃的蜡烛。 俗话说得好,人在做,天在看,不是不报,而是时候未到。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,不是用这法律变成自己犯罪的免死金牌。 除此之外,当爱情出现在你面前时,一定要把握好, 别让自己一时的无心之举,让你后悔终身。 好了,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,翻记,我们下次再见。